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彷徨不安 是开心自己即将迈入成年 还是背负着期待展开理想抱负 把中年当成第二个青春期吧 到了这个阶段 不仅可以像青春期一样充满希望 而且人到了中年 反而拥有自主权 可以更自在地做自己 选择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人生只有一次中年 法谷文理学院生命教育学程 杨培主任要来跟我们分享 如何好好把握这个阶段 欢迎杨培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 这个人生的第二个青春期的这个题目 那我刚刚看到一下我们在场 大概这个题目跟各位 大概都有点关系啊 那我在想 如果你今天已经超过四十岁了 你会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年人 那也想问一下 如果你超过六十岁了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中年人 虽然你的生理年龄 可能在四十到六十之间 可是你的心理年龄有多少 你自己觉得是什么 曾经有人会说中年危机这几个字 听过的人请举手 大部分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的中年里面 是不是带着一些迷惘啊 困惑啊 这些感觉在里头 有的人请举手 有一些 有一些人我看很老心在在 事实上对于中年来讲 我们大多数的时候会认为 大概四十岁以后 我们就会说人的生理上 已经开始进入中年了 可是在心理上呢 其实是一个 等待你自己去定义的一个阶段 那为什么会说 这个是人生的第二个青春期呢 因为我们都经历过第一个青春期 第一个青春期就是青少年的阶段 大概从十二岁一直到差不多 接近二十岁的状态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会说 做爸爸妈妈的 有的时候会给孩子吃一些补啊 为什么 要登大廊 那这个登大廊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生理的往上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 人的心智也在这个时候 开始起了很大的变化 那这个很大的变化 事实上里面其实充满了惊奇 充满了新鲜 然后也充满了对于未知的憧憬 可是第二个青春期呢 其实也是就在我们的中年的时候 我们要开始登老郎 那转老人的这个过程当中 就意味着你的转变会是一个未知 可是呢 可能很巨大 可是很缓慢 那这样的一些转变 其实对人来讲 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 这是理所当然 可是也有人会说 因为更年期嘛 所以其实就觉得 不是那么喜欢 为什么 它毕竟是老年 可是这两个青春期 说实话 它差异很大 因为前面的那个第一个青春期 它往上走 人的生 你如果看整个生命历程的话 你的人生 是一直往上走的一个阶段 可是呢 到了第二个青春期的时候 你的中年 是一个往下坡走的状态 而那个往下坡走的最明显的 其实就是你的生理 我记得我好像是 快要四十岁的时候 发现我自己有老花眼的时候 那个晚上很难过 就觉得那个好像是进入老年 或进入中年的一个指标 可是事实上 这两个青春期说实话 它虽然不一样 可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不一样 不是生理的 而是心智上的 因为在第一个青春期的时候 心理学家会说 这个阶段呢 我们是要去建立一个 自我认同的过程 可是到了第二个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是要去 自我统整的一个阶段 建立统整 其实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取向 而这两个不一样的东西里面 对于中年人来讲 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差别是 这个时候我们会往内看自己 有这个能力了 可是呢 对于青少年的时候的青春期 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中年是一个充满各式各样 课题的阶段 那这个各式各样的课题 说实话 你如果大略地归纳一下的话 就是一个就是生理的 你会发现人进入中年的时候 就会开始想要养生 有没有 开始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变化 然后 对不起 因为我已经进入老年了 所以呢 当我看到中年人的时候 我就会说 诶 你今天还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啊 干什么的 心理年龄很年轻 这个里面的那个细微的变化 对于中年人来讲 他开始想要在自己老化的生理状态下 去重新找回那个 自己还年轻的感觉 所以 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注意自己的健康啊 运动啊 吃的啊 种种种种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你却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心理其实变得复杂了 那个复杂就是 好像我们要面对老年 可是呢 在这个中年 是最后的一个 可以掌握住自己青春的尾巴的时候 其实 自己究竟要做些什么才会对呢 这个时候的疑惑 其实会让很多的人 在这个时候可能 做各式各样的尝试 那除了心理上的这些 复杂的变化之外 其实更重要更重要的一个事情是 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疑问 从心里头冒出来 那个疑问是什么呢 我的前半生是这样过的 然后我的后半生会怎么过呢 这个疑问一旦出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很多过去的记忆 都会翻江倒海地出来 而这些翻江倒海出来的时候 有的时候弄得我们自己 觉得心里头不太平静 于是呢 就很想要把自己回到一个 可以很平静地过日子的状态 所以不管是生理上也好 心理上也好 或者是精神上也好 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 其实是很多东西都夹杂在一起的 那身体的变化非常明显 心理的变化也非常明显 可是这个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 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你将会变成怎么样的一个人的阶段 想想我们的第一个青春期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很明白 我要把书念好 我要做个好孩子 我要做个有用的人 种种的 你会发现你的目标跟方向非常明确 可是到了中年的时候 未来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的这件事情 随着你的生理的衰老 随着你心理的复杂化 有的时候我们拿不定主意 再加上因为衰老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的变化 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内在世界 这两个东西的交替影响 有的时候弄得我们更不清楚 我自己究竟想要掌握的东西是什么 于是前面的那个疑问 我未来想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特别是在自己的后半生的时候 其实那个疑问对于很多人来讲 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 可是事实上它非常有价值 恰巧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历程 又面临到了父母亲比我们更老 可是我们也需要帮他们忙 然后我们的孩子 有些人呢 孩子已经大了 可能就出门了 那有些呢 孩子可能还需要我们的帮忙 于是呢 就夹在中间 所以有人会说这是一个 人生的三明治的阶段 这个三明治的阶段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压力很大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的体力面临这个挑战 觉得自己像一个那个八爪章鱼一样 要把周围的人都给他照顾好 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工作 生涯 可能也面临到了一个 需要转折的阶段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 在这个时候因为压力 他就觉得我早早退休吧 因为早早退休这件事情 可以让自己有比较多的力气 来面对这一个三明治的阶段 可是呢 会想要去面对 就因为我们想要把这一个 照顾家庭 或是照顾周围的人的责任 给他扛起来 这个是中年人非常让人佩服的部分 可是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是 其实在这个阶段 虽然压力也不小 虽然种种的条件好像看起来都不是非常的顺利 可是我会说这个是人生当中最自由的阶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如果看一看所有的发展心理学里面所说的 人的发展阶段性的时候 他不会告诉你你到了这个阶段 你要在你的社会上去完成什么什么什么 而是回头来看看你自己 你想要在你的后半段里面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可是这个什么样的人这件事情 其实是没有人会告诉你的 我在法国文理学院教书 现场也有我自己的学生 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没到中年 可是我就发现 我的学生里面有很多的人 都其实来读书是为了 要寻找自己人生的目标 所谓的自由就是 在这个时候 你的人生的目标跟意义 其实是由你自己去开创的 而不是由别人来定义你的 如果你在这个时候 花了力气去找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值得 因为你好像拥有了一个 可以掌握自己的主权 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 所以中年在这个阶段 他拥有的最大的本钱也好 空间也好 所以连我们的儒家的孔子 他都会说事实而不惑 那为什么叫不惑呢 事实上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 就是自由 因为这个时候说实话 你已经在前半段的生命历程当中 累积了很多的经验 这些经验都会成为你的资产 这些资产呢 它会在你的这个阶段里头 开始慢慢地产生了一些 发酵的作用 也就是说你在看待自己 看待别人 看待世界 可以有一个跟以往 不太一样的观点 或者是跟以往 可能相辅相成的观点 而这个本事 真的只有到了中年人才有 为什么 因为中年人他有前面的经历来作为基础 今天你如果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你问他说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跟你看到了这一个自己现在的状况 人家问你你怎么看这个世界 你觉得答案会一样吗 其实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自由就出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 那中年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每个人都会老 在你还没有真的老之前 你可以做很多事 而其中除了要去完成你过去没有完成的事 或者你想要满足自己 而没有满足的事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面对未来的日子的时候 你的心够不够安定 当你的身体越来越衰老的时候 你如何有一个更安定的心可以面对老化 这个时候反而是我们在中年的阶段要开始去 像银行里面存钱一样 你要存够了老本去面对老年 那个老本是什么 那个老本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 就是人的心是否能够安定地面对老去这件事情 而这个事情你等到老年再来做来不及了 所以你必须要在中年的时候做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怎么做其实就是个疑问了 我这边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这个时候的答案都不会在外面 这个时候的答案都在你的心里头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静下心来 听一听你自己的声音 我想要做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我未来的生命阶段里头 我可以如何心安理得地面对我自己的未来 即便我老去了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你的记忆里面 就会出来各式各样的经历 你过去曾经经历过的 所以人到了中年的时候 当你开始听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 你的内在世界它会开始沉淀 当你的心沉淀到一个阶段的时候 一些你生命的历程当中 所磨练出来的智慧 它就会浮现出来了 然后你会看见你的心 有一个很自然的趋势 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 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事 我知道我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说实话没有人可以替代 只有你自己很安然地跟你自己相处 当你跟你自己相处的时候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是有很复杂的声音出来 可是你的心如果越来越安定 越来越安静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你自己心里头的声音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原来你的生活世界里头 曾经有过这么多 让你觉得记忆痛苦的事情 曾经有过这么多 让你觉得过得不舒服的事情 可是也有这么多 你生命当中的美好的经验 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在你的记忆当中 慢慢慢慢地开始沉淀 当这些东西开始沉淀的时候 你的心会越来越安静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心 它会变得比较笃定 你会有一个心里头很踏实的感觉 然后来告诉自己说 对 这就是我 所以那个觉察 那个倾听 还有那个跟你自己交谈的过程 其实是一个很亲切地 跟自己的过往 跟自己一起互动的过程 所以呢 它因为内省 所以你可以看见你自己 可以听见你自己 然后你可以成为你自己 那你说我到了这个年纪了 还成为我自己吗 我们常常讲什么叫圆融 圆融就是这个时候 你可以成为一个圆融的你自己 有的时候我们会常常 鼓励一些人说 像退休人士 四处去游玩 四处交朋友 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说 如果你开始可以跟你自己互动 觉察你自己 跟你自己一起说话 听见你自己的时候 你即便出去游玩 你即便出去跟不同的人接触 可是你的眼光不一样 我们常常会讲 当一个人 他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果你的中年 有过这样子的一个 跟你自己很密切地相处的过程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可以跳开你既有的那一个框架 或者是跳开你自己既有的知识跟经验 而那个时候你再去看这个世界 还有看你自己的时候 你不是用你原来的眼光看你自己 也不是用你原来的眼光看这个世界 所以你在对外接触的时候 不管你交的朋友是老朋友 是新朋友 你的眼光是新的 你的心态是新的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我是到了中年 才去完成我的博士学位 因为是博士 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地上台 由校长帮我们剥岁 可是呢 要去剥岁之前 我必须走过一个很长的 好像红地毯一样的地方 所以从这一头要走到那一头 要上去的时候 那条路很长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心里头 简直就是千回百转 为什么 到了中年才去把博士弄完 这件事情 有的人说你干嘛 你何苦啊 可是呢 我走在那条路上的时候 我终于明白了 虽然我一步一步慢慢地走 可是我的心里头 起先是一个比较乱的状态 然后各种的思绪都跑上来 别人问我说 你到了中年干嘛还去念博士啊 你都已经是副教授了 这个学位对你来讲有什么用啊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路上 这样的声音 渐渐渐渐地就变小了 我就回想 我在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的时候 我经历了一些什么 我发现我来对了 然后我发现 原来这个博士学位 是为了我自己而读的 为什么 就是人到了这个年纪 再来读书的时候 你会发现跟年少的时候 读书是不一样的 不是为了学位 而是为了学问 甚至你可以说为了人生的智慧 当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察了之后 我觉得我走到那个台上去 然后让那个校长帮我剥碎的时候 我非常感动 人到了这个时候 然后再读书 然后再完成这些事情 好像很值得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完成的过程里头 我才知道说 哦 原来我其实前面 虽然是无意识的 可是呢 我渐渐渐渐地 一直在发现 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的时候 渐渐地抓住了这一个机会 把它完成 而那个完成的重点 并不是在这个学位 而是在这个过程 所以在那个剥碎的刹那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得记得这件事情 因为人的一生当中 我们需要给自己设定目标 我们需要让自己有一些新的经验 然后我们也需要去开创 我们自己的生命意义 的这件事情 只有中年人做得到 所以我想 向外建立新的交友圈 它只是一个象征性的 更重要的是 你的内在世界 是一个不停地 创新的过程里头 你再去向外求 向外去建立一些新的关系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跟我们的第一个青少年 真的是差太远了 所以中年其实是一个探险 然后摸索 让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的一个最好的阶段 我是杨培 丰厚的中年 叛逆是因为自觉 自律 自信 谢谢大家 感谢杨培老师的分享 人的一生会经历好几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课题 中年是最自由 最丰富的阶段 到了这个时候 好好认识自己 接受自己 肯定自己 为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 相信我们都可以好好享受 第二个青春期 感谢您的收看 人文讲堂 我们下次见